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计划制作的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今天是我们1071集的播出 那在跟各位报告我们讨论主题之前 我想跟各位推荐一本特刊叫做家庭必备保单 也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在内 您会发现当我们遇到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 赶快检视一下到底我们家里有哪些保单是可以派得上用场的 那当我们发现我们事情已经投保 那我想我们这个家的建构还有那个安全感就会提升很多 那您到各大书店或者上线的保险新闻网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那个主题叫土壤异化 我想我们台湾有个现象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一段时间 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就会变成热门的话题 就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土壤异化一样 突然间这四个字变成我们这个网络搜寻上 点阅率非常高的一个专有名词 还有突然好像我们整个台湾都陷入这样的恐慌当中 好像台湾是现在才有土壤异化的风险 它突然变成一个新兴的风险 但是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观众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土壤异化吗 那当然相对的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政府主管 会有很多的指示 希望我们这样做那样做 当然其中也包括土壤异化 那究竟在不在我们产险公司卖的 这个地震性的保单范围内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张格辉也指示 保险公司的地震性的保单的设计 是不是应该再更精细一点 能够把建筑结构土壤状况都列入考虑呢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专家 要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究竟我们对土壤异化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有什么的了解 或者我们需不需要非常的担心 好 那介绍我们下来我们今天来宾 我旁边是草莹科技大学营建工程学系的教授 徐松旗 徐招授您好 主持人好 主经理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旁边是产险公共和火线委会 跟助火召集人 朱文京 朱招授您好 主持人好 徐教授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好 那我们土壤异化之所以又变得非常热门 当然应该是跟0206的台南地震有关 好 那这个地震之后当然所有相关单位都会找出来 跟自己的领域有关的应该要重视的调整的修正的 重新检讨的点 那对保险来讲当然首张其冲的就是住宅地震险 那我不晓得到目前为止 2月6号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 那公问证明有没有统计出来 在这次地震里面投保住宅活灾跟基本地震保险里面的状况 跟各位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其实从0206到现在 其实住宅地震保险基金的部分 它每天都会有在统计相关的正在的一些损失统计 那截至4月8号来讲 目前来讲判定全损的建物大概有95户 那目前来讲我们也针对于84户的部分 产险业者我们大概都已经支付赔款了 那针对于85户的部分 我们也支付了20万的临时出租费 那我们都会持续关注这个议题 是 好 那我想请教徐教授就是说地震就地震嘛 那为什么突然间 大家那个重点不在地震这两个字 而在土壤异化 那土壤异化到底是什么 主要这一次地震的规模其实也没有说很大 不过因为造成了大规模的土壤异化 除了几栋像围观大楼的倒塌之外 土壤异化是主要的灾情 那土壤异化基本上就是因为 土壤地层受到外力的作用之后 使得它从原来的固态的状态 变成液体的状态 那使得土壤失去了承载力 那使得建筑物下沉或是沉陷或是倾倒 那我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来 示意图来给各位看 这个土壤是局限在这个瓶子里面 就像地震来的时候它受到摇晃的时候 这个沙子地层受到摇晃之后 它的那个水压在瞬间没有办法排泄掉 所以它就水压继续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它就会大于它的接触引力 那这个时候水压力就会使得土壤呈现一个颗粒分离 然后呈现一个液体的状态 所以如果有建筑物在这个地层上面的话 建筑物就非常容易下陷或是倾斜 那如果说底下有香寒或是有管线的话 它反而会婴儿会上浮会浮上来 那这个时候水压太大就会产生喷沙或是喷水的现象 然后产生就是整个地层的下陷 然后造成建筑物的损伤这样子 事实上我们台湾大小地震是不断的 其实就是我们露营的这一天 也才刚刚发生地震 那台湾地震频率这么高 为什么到这个206的地震才造成 我们来讨论这么热烈的土壤异化呢 这个其实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就非常多的地方产生土壤异化 比如说台中 南投 彰化 还有云林 某些地方其实都有一些地震异化的灾情传出 不过因为921地震实在规模太大了 所以大家在抢救这些倒塌的建筑物的时候 其实没有余力去关注到土壤异化的灾情 那其实在甲仙地震的时候 也有土壤异化的灾情 还有民国35年的新化地震 还有民国24年的台中中部大地震 其实都有土壤异化的灾情 只是说相对于其他的灾情来讲 相对的小 所以没有被放大来注意 来去检视 我记得以日本为例 三一地震说迪士尼乐园 好像有非常严重的土壤异化 还有关西机场在板神地震跑 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大家就很留意 这个地震可能会造成土壤异化问题 我想请教就是说 当然接着台北市这几个县市公布了 土壤异化的高危险区域 很多民众当然就很担心 尤其看自己住的地方 大大的一块红的 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担心 所以假设我们的住家 真的是在高异化的浅市区的话 是表示比较容易发生 地震发生之后 比较容易造成请他 或者是请鞋 或者是甚至倒塌 是这个意思吗 是 没有错 因为基本上政府是根据 专探的资料 根据地震的设计的规模阵度 来去评估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属于 低中高异化潜能的区域 所以如果说政府列为 是高异化潜能区域的话 当然它的异化潜能 就会相当的高 只是说我们要去检视的是说 这个房子是在 88年12月的立法的一个 地震耐震规范的设计之后 或是之前 如果是在之后的话 相对因为会把异化的纳入 会比较安全一点 另外就是说 如果说在这个之前的设计 如果说地下室有超过三楼以上 或是有装基础 或是说你的房子是三楼以下 用伐式基础 或是板基础的话 它相对是安全的 不用恐慌 好 当然另外除了房子之外 我们也很关心这些公共建设 比方说桥梁 地下管线等等这些 这些在万一发生土壤异化的时候 它的严重程度可能会是怎么样 一般桥梁或是港湾 或是说一些土石坝 或是堤房的话 因为它可能大部分 会盖在所谓的砂质地层上面 土壤异化的几个条件 就是说你是砂质地层 而且是高地下水位 然后遭遇到很高的地震强度的时候 或是说地震延时很高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发生地震异化 所以这几个地方 受到地震异化的可能性 就相当的高 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要避免这些灾害 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设计公共建设的建筑物的时候 一般都会加强它的安全系数 也会把纳入考量进去 当然我们刚刚了解说 可能住宅的严重程度 反而没有像公共建设那么高 只要公共建设有注重到损失预防可能还好 但是我想从工会立场来看的话 面对这些公共建设可能因为突然异化造成的损害 您觉得政府机构有没有什么 应该有的更进的作为 或者说能够透过保险 去把这些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OK 其实针对于不管是地震 或者我们现在最夯的话题突然异化 那其实在保险的部分 那我们大概可以分几个阶段来看 就是有关于建筑物在兴建当中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有营造工程险可以做一个保护 那针对于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部分 公共工程的部分 那从去年开始大概有一个最夯的一个选种 叫做完工土木工程的部分 它可以针对于我们已经完工好的桥梁 或者一些公共设施的部分来做保障 那针对于所谓相关的住宅的部分 目前来讲我们有很多的住宅险可以来做保障 从91年4月1号开始 政府所推出的政策性地震保障的部分 它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住宅的地震保障之一 那针对于商业险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一般属成的商业大楼 或者我们工厂的部分 那目前都会有商业地震险来做保障 所以针对于不管是我们遭受到地震的损害 或者土壤异化的损害 那如果民众其实有针对自己建筑物 或者自己相关一些财产的风险意识的时候 那购买相关的保险 这个都可以获得十足的保障 是 好 那1964年日本新泄大地震的时候 也是造成这个土壤异化 那据报道看起来 当时造成 因为地震造成土壤异化 造成的死亡人数 其实没有超过三四个人 可是接下来引发的 因为油线管路的问题 然后海水进来 使得这个水上面都漂浮着这个油 结果一起火 据说那个火一烧烧了12天 被称为是死伤最严重的火灾 那个火灾就死伤了上千人 那这是不是表示说 其实土壤异化本身 不一定是最严重的风险 反而是因为土壤异化 造成的周边的危害 才是最严重的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回来请大家专家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 现在越来越接近 大学生跟研究生毕业的时光了 当然很多人可能已经正在找工作 或者甚至已经有了工作了 就财经保险系所的学生来讲 保险业 金控公司 当然是最主要的就业的途径 那我们台湾的这么多的金控公司 跟产险公司 受险公司当中 究竟哪些公司是我们科班生最想进入的呢 那4月号的《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呢 就为了为您做了一个这样的专题 那这个专题其实每一年都做 每一年都在修正 这是为了要庆祝我们的4月4号保险日做的活动 那如果您想要知道 究竟我们的哪一家金控公司 或者是产险公司 受险公司 保险经济公司 或保险代理人公司 是我们今年度的应届别生 最想进入的呢 您可以看一下4月号的 《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 同样在各大书店 跟我们的《现代保险新闻》 您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好 那我们回来讨论 刚刚这个土壤囊异化的问题 那我刚刚提到那个日本地震 其实我们看到地震之后 以我们这一次的206地震来讲 几乎所有的灾害 就住宅来讲 都是集中在维冠大楼 然后就是重点都在抢救 可是后面其实还有很多未了 我想产险公司的了解 因为很多商业机构 它可能有附加的地震险 有营业中断险 甚至有连带营业中断保险 那个后面都还在演化当中 所以理赔 处理都还在进行中 同样的刚刚我们讲 那个新线大地震的事情 表面上看起来土壤硬化 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它接下来引发的大火 就很严重 所以我很请教许教授 是不是以土壤硬化这个风险来讲 它之后引发的周边的风险 往往才是最严重的 是的 基本上土壤硬化 并不会造成所谓的大规模的灾害 而且在历史记录里面 土壤硬化也没有说 因为土壤硬化造成建筑倒塌 而死亡的案例 主要大部分的人员死亡 大部分都是因为掉落到裂缝里面去 或是落桥 或是说车子失控 而造成的伤亡 所以土壤硬化造成的大规模的灾害 其实是没有的 新鲜大地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土壤硬化的时候会造成所谓的建筑物下陷 或是管线会产生所谓的差异的呈现 所以可能一些油管或是瓦斯管线 或是一些工业管线 比如说像高雄气爆的那种丙溪管线 可能会整个会脱落或是漏气 那这个后续可能如果说没有去做检测的话 可能会造成火灾或是气爆 另一方面原因主要是因为 日本它大部分的建筑物是木材的 所以相对的就比较容易引发所谓的火灾 然后造成伤亡 好 您刚刚提到说 历史记录显示这个土壤硬化本身 倒是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伤亡 或者整栋建筑物的毁损是吗 是 那所以这么说起来 如果是地震造成土壤硬化 我们逃生是来得及的 一般来 就逃生来讲的话 因为地震的时间非常短 那通常我们大概一般地震感觉 就会来一个垂直的震波 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水平的震波 所以那个垂直的震动波 其实就是一个预警 那所以我们一般民众 可以从垂直的震波的大小 来预测说 接下来的水平 比较具破坏力的水平震波 是不是很强 所以这中间大概可能有几秒 到十几二十秒的时间 可以逃生就是了 所以如果除非是你在一楼 不过一楼逃出去的话 通常有时候也会被屋外的 掉落物砸中 可能也是非常危险 那如果在屋内二楼以上的话 建议还是说说 就地就蹲下来 然后找掩护 然后甚至稳住这个掩护物 这样才是比较有道理的 才比较能够说保住生命 好 那就我们台湾的这个政治生态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 好像有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这个立法的效率就会很高 就马上就可以看得到结果了 那以这次地震来讲 我们也看到立法院3月24号就已经删除 通过灾害防救法的部分修正条纹草案 那它里面列了很多很多东西 那其中跟这次的地震标有关 就是土壤液化了 那就把这个土壤液化就纳入到 这个法的修正槽里面去 那列了很多修正 那我不晓得说 就这样子的修正把它放注到 我们这个补助标准等等里面去 这个意义 以两位的观察来讲 它可能会有什么很实质的意义吗 我觉得因为土壤液化也是地震造成的 那基本上民众也可能没有知道说 无众知道说 它是处在于土壤液化的高危险区 所以呢 而且房屋会造成某一定程度的毁损 没办法居住 所以对他们来讲 如果说能够把它纳入到保险里面的话 其实对民众可以减少民众的负担 那我想这个也是 一般民众跟代表他们的期望 我先打断一下 您刚才提到说 土壤液化也是地震造成的 那土壤液化除了地震造成以后 还有其他可能吗 还有其他的原因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我们现在把土壤液化放进来 就等于是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 都会在我们这个防救法里面吗 是这意思吗 这个条文我比较不清楚 因为它本来全民就叫风灾 震灾火灾爆炸灾害救助种类 那如果不把土壤液化放进去 假设那个土壤液化 并不是因为地震造成的 就有可能没有在原来的标准里面 如果它不是唯一的原因的话 有其他原因吗 有其他原因 不过原因蛮少的 而且在台湾不常见 所以主要还是地震为主要的原因 好 那赵建言 跟主持人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刚刚徐教授大概有针对于土壤液化 它必要的条件 大概有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其实我在这边再补充说明 其实土壤液化它可能量在的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它必须要是位于所谓的沙土层的地质结构 那第二个必须是沙土质的地质结构 它必须是有含高地下水位的部分 比如说它的地下水位必须要 是在我们的沙土层大概超过三分之二的状况 那第三个是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它必须要高强度的反复震动 这个都是刚刚徐教授跟我们说 土壤液化它造成的必要条件 那所以针对于保险这一块 那我们比较能放在保险目前相关的一些城堡范围里面 就是属于我们相关的地震险 那所以我们针对于地震险的部分 那我们针对在行法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来讲的确在于相关的地震的相关的条文里面 并没有很明确指出来我们的城堡范围有土壤液化 但是是在于我们地层下限的部分 其实我们不管是还租在日本日本的一些条文的参考 或者纽西兰的一些相关保险的文献参考 那其实地层滑动的部分都涵盖于土壤液化这个部分 所以目前来讲我们产险工会 针对于株管机关所交办的事项 那我们目前会修改我们的条款 其实是更明确化的把土壤液化 四个字放进去 对把这个四个字放在我们地震险的相关的城堡范围 所以现在还没有放进去的时候 已经可以适用的意思吗 对 已经适成 学校我不晓得如果就产险工会这种解释 您刚刚讲说地层滑落 跟土壤液化概念上是同一些什么 土壤液化也有可能会造成所谓的地层的滑动 如果就是像港湾设施 或是像刚刚讲的堤防之类的 它因为也会底下的地层的土壤液化之后 产生一个侧向的滑动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有时候是什么造成什么 因为保险公司保的是什么造成什么前面那个 是 主力原因 前面那个而不是后面这个 不过我想这大概多少点舆论的压力吧 是 会有 会吗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台风里面那个土石流 土石流 没有那三个字的时候就争议就很大了 就是没有把土石流放在城堡范围 只要被主张是土石流 就有可能造成里面的争议 是 所以如果这里面没有土壤液化这四个字 同样有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确定就是说 现在虽然没放进去 但是是OK的 是 OK的 以后会把它放进来 是 这样就很清楚 对 是很清楚 好 那我们在这个 在防救法里面呢 当然列了很多这个帮助灾民的项目 包括劳建保费 政府可以付发等等这些 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 里面有提到一个 如果那个房地我已经没有办法重建了 我可以拿来跟银行抵 就是说我把它给银行 然后银行就抵消我的债权 有一个这样的条文 债方法 对 那我想这个会不会跟保险公司的保单 有什么样的重叠 因为我们的地震显示全损的时候 有部分是要先赔个银行的 是 对 好 那我们休息完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你 要先赔个银行的 你 要先赔个银行的 你 要先赔个银行的 可以赔个银行的 欢迎回来 春天到了除了气温气候让人很困扰之外 还有一个困扰是要做就是要报税了 进入报税季节 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头痛 也会觉得很心疼 大家手上都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保险单 其中有一些其实是可以有节税的功能的 所以整理整理 或许你会发现有一些保单 里面的保费是可以拿来扣底用的 或者你未来在规划说 你可以把这个考虑进去 如果你想知道更清楚 我也推荐给你一个小手册 就叫做保险好节税 可以让你了解说 你手上已经有了保险 到底可以帮助你节什么税 你可以上新来保险新闻 去取得相关的资讯 我们会来讨论刚刚的话题 这个防灾法通过之后 我觉得我们立法院做一个什么事 我们总是觉得有做总比没做好 他做了以后当然也会很多的评评 比方说我刚刚讲说 劳金保费这些 暂时可以由政府机构来付 但很多人就讲说 事故发生之后 有那么多的善款进来 这些善款其实也可以帮 我们的灾民解决这些事情 并不一定要切得那么清楚说 这个一定要由政府来支付 其中我就提到一个说 里面有个改变就是 他有允许 如果是受债户 他觉得他的房子土地 他没有能力重建了 或者说他不愿意重建了 他可以拿来跟银行抵债 如果他有贷款的话 那我想我们地震保险里面 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规定 是吧 对 在地震保险里面 他有相关于规定 抵押银行的权利义务 那其实当被保险人 他的标的物是受损的时候 其实他也没有当作被保险人 来做请求的时候 其实银行可以取代被保险地位 来跟保险公司做求偿 但是迪亚银行他的权利 仅限于他未进场余额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在我们民众 要做这样的一个 把他的标的物 直接给银行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他的 进场余额的状况是什么 好 那这个 灾伤法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提到说 因为比方说像这个维冠大楼 可能就会有住户 要去告这个建商的问题 那很多民众可能 他没有能力 可能没有钱 他没有办法去付得起裁判费 或者这个要申请 强制扣押的时候 他没有能力 所以这里允许可以 这些费用可以由政府来付 那我觉得 就这种大型的灾害来讲 这样的实质的帮助大不大 不要两位的观察 我觉得是比较立即的 就是因为你如果要整个聚集 整个民众的意愿的话 整个来做团体诉讼的话 可能会比较缓不及其 如果政府能够出面的话 可能速度会比较加快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说 这个土壤液化 除了地震造成之外 还可能有其他原因 譬如说 一般的土壤液化 包括就是地震的 层层的土壤液化 或是像流沙 我们一般常常可以听到流沙的部分 或是流粘土 或是在海洋底下 有一些着流层 它都有可能 类似变成液体的土壤的状态底下 那一般也可以分为自然的 或是人为的 自然的就像地震 或是海浪 或是像冲刷 或是降雨 或是那种拍打的部分 那人为的部分 可能一般可能 比如说爆炸产生的震动 或是一般机器产生的震动之类的 那或是说 一些人为 另外还有像泳泉 泳泉水的部分 像游下而上的水压力过大的时候 又有可能让土壤变成液体的状态 好 那刚刚徐赵博讲到的这些 不是地震造成的这个土壤液化 目前有保险可以保吗 其实刚刚徐赵博提到 有关于爆炸的部分 那或者我们有一些比较人为的 比如说机械震动的部分 这个是属于人为的部分 它比较不是在我们的保险城堡范围内 那如果说是爆炸引起的话 那其实目前来讲 住宅的基本城堡范围 它已经有涵盖了爆炸前的部分 是 好 那当然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我们已经有八个县市公布 这个土壤液化的浅势图 那当然我想 真的 假设是我住的地方 我可以看到我就在那个红色区块里面 我觉得我也真的是会觉得不是很舒坦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这些高危险区都是在住宅区 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 一方面大部分我们的住宅区 大部分都是在一般的盆地 或是在冲击平原上面 那这些盆地或是冲击平原的话呢 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比较疏松的 比较年轻的 而且可能也高低下水位 所以基本上也就符合产生土壤异化的几个条件 那加上如果说来了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地震的外力的话 那就非常容易发生地震异化 那这一次的所谓的地震异化浅势图 基本上也是根据所谓的之前收集的地址的专探资料 那些专探资料基本上都在都会区里面会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我们盖捷运或是盖快速道路 你说有专探到 有专探到的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分析 像我们生命做那个切片一样的 就是你钻进去的位置 对你没有切到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子 所以其他地方我们大部分是用所谓的 类似内插法或是外插法 大概去做一个评估 那每个县市现在其实有在陆陆续续要做 后面几个阶段去做补充专探 来做更详细的所谓的异化潜能图的分区 那还没有公布的那些县市 为什么还没公布 我想可能一方面可能是 它的专探资料可能不够那么多 我想他们来补充专探 那一方面有可能是说 目前先公布的几个都会区的话 是比较人才能够集中的区域比较多一点 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地震造成的影响灾害 那我们可不可以整个这样讲 比方说西部沿海地区 因为他们的土质可能都是沙土比较多 是 比较可能性比较高 可能性比较高 比较高 那比方说像我们的工业城市 像高雄 它的这个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它也是在一个 对 是也是蛮多沙子土层的 尤其是靠海边的地区的话 那你如果看那个台南地区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靠海边的地区 大部分都是沙子土层比较多 因为大部分都是冲击散冲击出来的 那所以高雄的话也是一样 在很多地方也是都是 所谓的高液化潜能区的 那既然它是一个工业城的话 产品公司的客户就会很多在那个地方 那当然我记得那时候 地震刚发生很多检讨的时候 主管就有提出来说 明明台湾的各地区的地址差那么多 那我们为什么住宅地震 显示统一费率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的建筑结构是什么 大家都一样 为什么这样做 OK 其实我们的政策性 住宅地震基本保险 它是自91年4月1号开始实施 那其实也是针对于921发生之后 那我们发现其实 发生地震的一些地区 那或者断层 那其实它不会因为危险发生的时间 地点或者它周期强度而可以去事先预测 那所以也是针对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针对于采用全国单一费率的部分 它第一个可以去简化相关的投保的手续 那也简便欠单的费用 所以我们才想说在没有办法预期 哪个地区会发生特定的损失的时候 那我们采用单一费率来做计价 节省民众投保的效率 是 政策性保险因为它带有政策性意涵 所以统一费率 这个还可以了解了 可是如果以商业性的这些使用者 他们附加的地震险来看的话 因为它确实会有我们刚刚在讨论的 这个各个不同地区的风险程度不同 所以未来 未来 残险公司会不会把这个各地区的 这个土壤硬化的危险程度 列为商业性客户的加减费的考量 OK 那其实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也收到很多的民众电话询问 那其实简单来讲 我应该是先介绍一下 就是说有关于现在各保险公司 针对扩大地震险的它的计算保费的方式 那其实简单来讲 保费的计算方式 它就是以我们投保的保险金额 去扯上危险费率 那危险费率怎么样计算呢 它其实很简单 它大概影响它危险费率的因素 大概有三个主要的因素 第一个它的地区别 比如说我在的地区是台北市 那我的地区别可能会有不同的费率 再来主要的部分是 有关于它的建筑结构 什么样的建筑结构 费率会比较简便呢 那其实比如说它的建筑结构 它的外墙就是钢购的部分 它其实在我们计算费率的部分 它会是比较简便的 那我所列的地区别的部分 大概目前来讲 我们产险业者 根据保发中心的参考费率 我们是把全台湾区分为四个区域的费率计算 那所以各位 我想我们那个地区的部分 我们休息回来 在今天回来讨论好不好 好 那我们休息回来再来看一下 您现在在您现在所在的地区 如果你已经知道 那是一个高危险地区的话 您应该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跟实质上有没有什么改善的空间 我们休息回来再回来 我们休息回来 欢迎回来 每次在节目当中 我都会为观众朋友介绍一个基金会 就是现代保险教育事务基金会 它底下有一个消费者服务中心 有义务的顾问在协助 我们的民众解决跟保险有关的问题 那这个基金会已经三次得到 教育部分台北市政部扳杀的 推展社会教育贡献 团体奖 顾问都是义务的 那如果你有跟保险有关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到 02886-5238 去预约顾问的时间 那我今天其实是要跟各位报告说 这个基金会呢 因为这么多年来帮助很多的消费者 解决跟保险公司 对理赔有关的争议 那最近这个基金会呢 就把过去处理的案子当中 有三四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 汇集成一本书叫做有理就赔 因为顾门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为消费者找出保险公司 应该赔的理由 所以就翻案 或者说对过去有些人认为 不会去想到可能有这个空间的案例 把他汇整出来 那编撰成一本书 那你可以上希腊保新闻去看一下 蛮有意思的 好 那我们回来讨论刚刚的话题 就是说那我们再提到住宅 结构 那还有所在地区 土壤移化我想只是震灾的一环 对不对 地震会形成灾害 其实不是只是土壤移化的问题 它有很多的问题 那您刚刚提到说 旧工会残险业的习惯 就是把我们所在的 台湾分成四大地区 这四大地区跟这个费率不同 对 那其实刚刚广告之前 有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针对于我们保险公司 在计算地震险费率的部分 那除了房子的结构之外 第二项主要的部分是 房屋的建筑结构 那其实在结构的部分 那我们大概可以分ABC 三个等级 那这个部分都会影响到 不同的费率 第二个部分是属于 我们建筑物所在的地区别 那我们全台湾的部分 我们是把它分为四区 就是一二三四区的部分 那从费率比较相对便宜的部分 就是基隆市彰化县这些 那到第四区可能在宜兰花莲台东 这个部分费率会比较偏高的部分 那我们大概分为四个地区别 那不过这个部分都是经过 爆发中心所实际 在历年来损失率统计上面 还有一些相关的地址 相关的历年来的数据分析之后 然后我们所得出来的费率表 好 那就这个部分我想请教徐教授 第一个问题是说 就那个建筑结构 我们一般的民众 能不能判断自己住的房子 建筑结构是什么 可以吗 一般的话大概就可能用 一般大部分因为已经盖好了 大部分就可能用木饰的方式 去看是砖造 那不然就钢筋混凝土 那不然就是钢骨结构 那早期的话大部分是 更早期当然是砖造比较多 不过大部分钢筋混凝土算比较多 那921之后呢 钢骨结构是比较流行 因为钢骨结构基本上它比较柔性一点 可以吸收一些震度 那可能可以来抵抗一些 比较强的地震强度这样子 那一般民众如果说在检视的话呢 大概只能够检视一些外观 梁柱看有没有裂缝 那梁柱的裂缝都看裂缝的大小 那如果一般像现在 有些祭司工会或是县制政府 它有一些居家住宅的检视的一些表格 或是手册图表可以来检视一下 那如果说在主要的裂缝 裂开在梁柱的部分的话呢 那建议还是要请所谓的土木结构 或是建筑技师工会来去检视 会比较好一点 那产品工会通常怎么样去看 一个建筑物的建筑结构 其实建筑结构等级 其实我们会建议 我们一定要民众会很简单 就是我们有所谓所有群状的部分 所有群状里面 它大概都会跟我们说明 我的房子是钻水泥灶 或者钢筋水泥灶的部分 那所以所有的民众就可以 看着所有群状的部分 那跟保险公司填写药保数的时候 就说明 那保险公司就会以这个部分来做基架 是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地区 因为我刚刚看那个地区 像彰化 基隆都在地区 意思就是说地震的风险比较低的 是不是 就地震风险比较低 可能经验显示是这样 可是就土壤异化来讲 就土壤异化来讲的话 其实彰化地区基本上是 就是也是冲击层 其实它在921地震的时候 蛮多个地方都有发生 所谓的土壤异化的浅势的 那在基隆地区的话 基本上它也是有点像出海口一样 其实堆积应该也是一个 近代的冲击层 只是说在那附近可能 没有靠太近的地震发生 引发了所谓的地震灾害 或是地震相关的灾情 所以未来产险公司 会不会修改地区的 跟主持人再说明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们 针对于分区的部分 我们是按照爆发中心 所谓的整个历年的参考 参考费率所定下来的 所以真的未来如果有可能就是在于 我们现在所定的区域 它的损失率它是有不好或者变好的状况 我们会随时修正这个费率表 所以过去这个地区分配也是改过的 也曾经修改过 我记得当时921的时候 南投是在一个蛮不错的地区 是费率很便宜的地区 所以后来有把它调高 会随着理念不同的损失率 我们会做调整 我想我们回到土壤硬化这个部分来 因为真的很多人看到去日土以后 特别是在台北市很多居民 当然很担心 我们可以看得到房仲也很担心 还有住在豪宅区的也很担心 因为他们担心的是房价会下跌 可是我想房价会下跌 并不是我们今天要关心的议题 不过我们可不可以这样问 这个趋势图有没有直接 就等于真实的灾情的分布图 这个趋势图只是一个 一个类似一个显示说 你这个地方是高显示趋势而已 不过它是必须要在一个设计的地震 强度底下才有可能发生 那你如果房子本来的建造 就是比如说在88年12月之后 就是新的建筑设计耐震规范以后的话 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你如果说像你如果说地下室在三层楼以上的话 一般也会超过所谓土壤液化的土层 那或是你用装基础 然后超过液化土层的深度的话 一般也不用太担心 所以反而这些建筑物呢 反而应该更能够自豪的说 它其实没有所谓的地震异化的风险 那如果说是建筑物在比较低楼层的话 一般如果说采用乏式基础的话 也都会相对的安全 当然我想在建筑在清建过程当中 都要有这个品管 那我看了一个报导提到说 像维冠大楼它的高度是49.5公尺 那为什么是49.5公尺 因为一般建筑技术规则里面有规范 就是说你50楼层高的话 要做所谓的结构设计 对 所以一般有时候常常会规避 这方面的那种高楼的结构设计的部分 对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就是 因为法规是这样定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说 它一定要进行所谓的结构的审查的部分 所以49.5公尺的大楼很多吗 不少 不少 所以我们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知道一个楼的总的高度 有这样的资讯可以看得到吗 其实一样就是在我们的所有权状里面 其实都可以看到整个楼的高度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应该避免买那个49.5公尺 有必要把它列为这个考量吗 我觉得一方面因为在做结构外省的部分 有时候必须比较耗时间 所以有时候就是建设公司上面 可能为了要提早的能够销售房子 所以可能避免这个方面的困扰 那一方面我们大概就是 大概要看就是说建商的生育 跟它的品管如何 对 还有就是是不是921之后来做建造 不能是一案建商 是是是 那通常49.5公尺大概是几层楼的高度 会是这个高 一般来讲 一般来说如果用三楼来算的话 大概就16楼 16楼 以下吧 三公尺 三公尺 一层楼三公尺的话 这样来算 不过一般有时候一二楼会跳高 所以楼层数可能还会再低一点有可能 是 好 那我们休息晚了再回来看一下 当然灾难过后 大家都会去想到保险的问题 那究竟我们民众对地震保险的接受程度怎么样呢 休息晚了再回来 等明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 我们常常讲说输到用时方恨少 那保险这个东西是真的要用的时候才方恨没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所以我想请教朱昭介 像我们地震险推广了这么久 住宅地震险 就从920刚才说91年之后 一个重大灾难之后都延伸出来很多 88年的建筑法规 91年的地震保险 马上就延伸很多东西出来 我们这么长期这样子下来 我们民众投保住宅火险跟基本地震险的风气 您觉得就您做一个业者来讲 有没有改善的空间 其实回到主持人这个问题应该是先回到 就是说我们像我通常来讲 接受到民众或者记者访问的时间最多的部分 大概会在两个时节 第一个是发生台风之后 第二个是发生大地震之后 常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访谈 所以等于说这样的方式显示了 其实民众对于所谓的保险相关的意识 还有自己财产价值的意识 其实还不够高 以目前整个住宅火灾基本地震保险来看 它从91年4月1号开始到现在 它的投保率截至去年的12月31号 也才32.19% 那等于就是说 虽然比较起其他日本或者纽西兰人来讲 它的投保率是算高的 但是其实反观于只有大概三成的民众 有做这样的投保 其实它的投保率还是算偏低 那最主要其实在这边要呼吁我们整个民众 其实处理风险的方式大概有分为四种 大概滞留 就是我们把风险自己滞留下来 第二个我去避免 避免这个风险发生 第三个去预防 第四个最主要就是转嫁风险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碰到不管是地震 或者土壤异化的部分 我们绝对不能去滞留这个损失 也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风险发生 所造成的伤害 那当然地震它也是很难去预防的 所以我们唯有透过一些相关的保险转嫁 把我们相关的一些地震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或者相关的机构 那这样才是我们民众保障自己生命财产安全最主要的方式 好那刚刚赵姐也提到这个投保率 是全台湾的民众投保率 其中又大部分都是因为银行贷款的需要 虽保不可 所以我们都把它缩小到 微观那个大楼的债户来讲 其实投保率更没那么高 对不对 那个周边看起来更低 所以我想请教徐少傅就说 其实我们房子如果还在贷款 原则上的房子就比较新 那比较新的话就是 就通常硬化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是吗 以我们跟他讨论的结论来看的话 因为它可能受到新的 我们的新的建筑耐震 设计规范的话是民国88年12月 到现在的话大概就将近16 7年 那我们一般房贷大概20年 20年 对所以相对的可能会比较新一点 所以它可能耐地震 土壤异化的可能性 可能相对的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相对的那些旧的房子 而且那个建筑结构比较差的房子 面对土壤异化的时候 受灾害的可能性比较高 是 对不对 然后几乎都没有保险 是 对不对 那保险公司欢迎他们来 当然 不会怕太集中 不会 还是欢迎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民众可能落入一个盲点 就是更是危险的时候 自己没有去体会到 其实应该想办法把那个危险 让保险公司来承担 那另外 如果是商业性质的客户的话 因为他们必须要另外用附加的方式 去保地震险 那他们现在附加的状况怎么样 其实一样就是 现在中小企业的部分 它的附加地震险的投保率其实不是那么高 那反观于像我们的高科技厂 那几乎所有的保单 它都有附加所谓的群险 或者所谓地震跟台风水险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也是相对于 就是说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厂房的建筑结构 比较有信心 对 那我其实 其实在建筑这个厂房的时候 我已经考虑到相关的土壤异化 这个风险的发生 那所以等于就是说 他们已经投注在厂房建设上面来讲 还有风险意识的提高 所以我们相对的保险公司 针对于高科技产业 它要投保地震险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欢迎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承接 是 好 那我们知道有一些 这个可能土壤异化比较严重的地方 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高科技厂房 对不对 那虽然他们有投保 可是其实真正发生损失的时候 保险公司的理赔 相对他们实际的损失 可能还是差很远 比方说营业中断之类的 可能还是很多 所以这些厂房需不需要考虑 要签厂吗 或者说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补墙 他们的建筑物或者是工厂 有需要做这样的考量吗 我觉得签厂的话需要时间 而且高科技厂房其实就是在赶进度 出产品 那一般土壤 刚刚那个朱经理 赵经理也提到过 就是说一般的厂房 他其实都有考虑到 所谓土壤异化的对它的影响 所以大部分的高科技厂房损失的话 大部分是因为你的地震的震度 达到某一个程度 使得它没有办法继续施工 所以厂房本身 而且停电的状态下 厂房本身OK的 可是它的生产动作是停滞的 所以最重要的我想是 高科技厂房如何去做减震 隔震 或是说再去做耐 不是耐震的部分 怎么去减震 就是地震来的时候 地震波让它进到 整个高科技厂房区域能够减少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 这个是可以用一些人工的方法 来去做达到所谓的减震 隔震的效果 好 那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 那个住家在高土壤异化区的民众 他们能做什么 现在他们看到那个以后能做什么 我们一般大概就是有几个方法 一般就是说 如果说它这一次的地震 已经遭受损坏的话 我们一般可以做一些 几个方法来去做 就是说像突然改良的方式 地下可能的一化土层 做一些突然改良的方式 大概有这些方式 像排水 夯食 化学固结的部分 或是说你做一些 额外的一些基础来变更设计 在底下可能可以再额外做一些鞋的 一些机装来去做承载 或是说把建筑物的整个基础再做改变 比如说把它顶身上来 然后再去改变它的基础 变成乏式基础之类的 或是装基础来提升它的抗疫化的强度 那这个是 这个是在921地震的时候 有一个地区 它是有两个地区 一个是用所谓的千金顶的顶身工法 那也俗称叫所谓的搬家工法 就是把整个建筑把顶上来 然后再重做它的整个的法式基础 那另外一个是用所谓的灌姜顶身工法 在底部的地方做灌姜 让它挤压 让房子把它顶身上来 那这两张的话呢 是刚刚那两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